其实呢 DIY显示器的历史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最早呢可以追溯到0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LED背光源才刚刚兴起 绝大多数的液晶屏幕呢还是使用CCFL 也就是冷音级荧光灯管 就是和日光灯很像啊 但是要细很多的灯管 在那个年代这些产物呢 还并没有加上DIY的这个头下的光环 而是笼罩在山寨的阴霾之下 想要购买DIY显示器的零注件的话 你必须得去什么某某电脑城 某某数码广场这种地方逃货 不知道现在看视频呢 有多少知道上广电这个平台 并不是想要回顾那段历史啊 而是想时隔十多年之后的今天 DIY显示器并没有跟随的那段历史潮流 而没落或者消失 反而是逐渐走入了大众视野 上一期你为什么一定要有台显示器 那些视频中 大多数街坊的人的预算呢 都在1500元以内 所以我现在问一下 看你们视频的小伙伴 你对一台显示器的预算是多少钱呢 如果在1500元这个价位的话 那么你顶多也就购买一台品牌的 2K显示器素质还不一定特别好 那么还是同样的价格 同样的预算 自己DIY一台显示器 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准呢 4K精细的显示效果 还是144Hz的电竞刷新率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成年人当然是全都要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我是王炯 不客观真体验 Let's go 谁说买二手机没有保障 来小白油品三天物流退货 180天保修 有手机有电脑 还有各类品质 二手3C数码监货 小程序搜索 小白油品或扫码即可上车 有旧手机也可以交给我们 高加回收 DIY的第一个环节肯定是采购零部件 分别是液晶面板 显示驱动板 加按键模块 以及电源 飞机 后面我们会给大家一个详细的清单 咱们一步一步来 选择面板肯定是最重要的一环 因为在确认面板之后 才能根据面板的参数 购买驱动板等其他零部件 因为我们定好了参数标准 所以直接在评图网按照参数 选择出符合要求的面板型号即可 当然你可以先选择一款自己心意的显示器 然后在Display Specifications网站 查询这款显示器使用的面板型号 因为预算在1500万元以内 经过查询和筛选 我们最终选择了这款LG的4K液晶面板 型号为LM270WR3 2K下支持144Hz刷新率 遗憾的是4K下只支持60Hz 如果你想要4K原生144Hz刷新率 这样的面板 基本都要2000元以上 还要搭配相应的驱动板 超出我们的预算太多 选择好了液晶面板之后 就是采购 在万能的模板搜索面板型号就可以了 由于我们选择的面板 是DIY之中比较主流和常见的 所以并不难找 普遍价格在700元左右顺风到货 确认好店铺之后不要着急下单 先和店主确认一下屏幕的素质 是不是完美平衡 有没有坏点以及保修情况 太过便宜的面板 除了可能有坏点滑痕之外 保修太短也是便宜的原因之一 其次就是咨询店主是否有配套的驱动板出售 直接购买整套材料 可以减少硬件不兼容的风险 毕竟这玩意儿退货还是相当麻烦的 如果面板的店家没有卖的话 也可以搜索销售驱动板的店铺 把屏幕型号告诉他们 他们一般会给出推荐 到这里最关键的零部件采购就已经完毕了 我们选择面板加驱动板一套 一共是1200万元 等待收获即可 到货了不要着急确认 先要确认面板是否完好 如果确认收获之后 才发现有碎裂的问题 店家一般会拒绝售后 验货很重要 除了液晶碎裂之外 普通的液晶屏幕表面还有一层偏光膜 即便是压碎了 也不容易一眼辨认 这个时候可以通过强光照射进行查看 并用手按压 如果出现裂纹等问题 聚首即可 经过狗蛋的烟货 我们到手的这块屏幕完好无损 所以赶紧点亮吧 组装点亮的过程非常简单 只需要插入背光显示线 EDP屏线 电源线 HDMI线连接电脑 按下开关 嘣嘣嘣嘣嘣 屏幕点亮 嘿小野 应该还行吧 去哪里怎么办 其实如果硬喝一点 这个时候你的DIY屏幕 就算基本成型了 后边一个中国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我们还真这样用了一下 和购买的显示屏最大的区别就是 缺个外壳 既然是DIY 外壳怎么能够撒入不管呢 不废话 怎么搞起来 我们商量的第一个方案是 购买一个老旧或者破损的显示器尸体 替换掉内部的液晶面板和领固件 达到相对不错的外观效果 也节省了购买支架的费用和麻烦 但是我们并没有在闲鱼上 找到非常合适的显示器尸体 所以狗袋又去线下电脑城 进行了一番寻找 结果意料之中也并没有购买到 并且我们还发现 基本没有销售液晶面板和驱动板的店铺出现 转而都是销售品牌显示器的店铺 十年之隔 时光渍染之间很多东西都改变了 买不到显示器实体 那我们就采用第二个方案 定制一片亚克力做背板 用来支撑液晶面板 所以我们又去工作室楼下 走访了几家广告打印店 货比三家之后 选择了最便宜的一家 第二天就可以取货 老板还帮忙打了固定面板的螺丝孔和Visa标准孔 如果你想要自己定制 除了自己去线下广告打印店 也可以通过淘宝定制亚克力 只是需要自己打孔 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亚克力分为标厚和足厚两种 很多标厚的面板实际厚度都要缺尽少量 比如一些5毫米标厚的 实际厚度可能只有3.8毫米 购买时候一定要和店家咨询清楚 当然还有更简单的方案 我们发现淘宝有专门针对这款面板的显示器外壳 和现成打好孔位的亚克力倍版出售 如果更懒一点 直接购买现成的套价也是不错的方案 就是要多花点钱 我们有预算在身 定制才是王道 主要是便宜 剩下的预算 我们继续采购了需要的显示器支架 和M3型号的螺丝螺膜 尼容垫片等等组装零件 当然了 由于我们手里的驱动版指示耳机和功放 扬声器自然也要搞起来 所以狗袋又在淘宝上购买了一组三星显示器的拆机扬声器 耗费160元 如果不讲究品牌的话 其实十几块钱也可以购买到够用的显示器 能出个响啊 不过DIY哪有一帆风顺的 截至目前为止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 狗袋是没有问题也要创造问题 由于没有和店主详细确认 购买的扬声器端子是PH2.54的尺寸 而非主板的PH2.0 你如果要DIY一定要注意 遇到了问题自然要解决这个问题 再去购买一个新的比较浪费时间 淘宝就不是很管用了 所以狗袋又跑了一趟电子产品市场 找到了一家维修和销售音箱的店铺 耗费了10元巨款 让店铺帮忙更换了粮食器的短子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最后一步就是组装成型了 时尚第一台巨龙牌显示器就此诞生了 不过还是那句 有问题要上 没有问题 创造问题也要上 狗袋成功又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固定圈满的时候 忘记考虑平线的长度 粘贴完毕之后 发现线不够长 不过毕竟是DIY 出点小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出现问题咱们肯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好在后面我们成功的把驱动板给取了下来 并没有对亚克力造成太大的伤害 那么一起来欣赏一下我们最终的成品 DIY4K巨龙牌显示器 透明亚克力彰现极客风范 内部结构一览无余之外 还带着一点点妩媚 粗犷且不走心的走线极富 金属钢管和不知怎么想的底座造型 充满了赛博朋克2077的感觉 打破以往的惯例 突破以往的设计 没有设计就是最好的设计 巨龙牌显示器 不会开售等也没有 到这里我们DIY的显示器就已经完成了 除了有点丑 用起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咱们简单回顾一下 最终成本是面板加驱动1200元 加到负的65元运费 定制雅克力版80块 如果你淘宝定制大概在60块元左右 不过需要自己拿口 显示器85元 螺丝和电片等等 欠一下5G电 大概10元不到就可以搞定 最后加上泡棉胶布11块 一共耗费了1451元 如果你还想加一堆养生器 十几块钱初步生儿也可以搞定 最终我们成功压在了1500元以内 并且我们购买的显示器支架 并没有因为便宜就导致功能丧失 反倒是能高能低 能辅能养能赚能数 比我们之前购买的三线LG的支架都要全能 当然了就是调节的时候麻烦了一点 戴耳的显示器直接上手调整就可以了 咱这个还得两个扳手一起上 一个人还必定能搞得定 不过一般固定好了之后 大家也不会经常调整 也不算是特别麻烦吧 全部结束 作为一家测评媒体 组装完成之后 咱们走一遍标准测试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是观感问题 由于没有边框 自带的黑边也并不算宽 看起来的视觉效果的确出色 只是背部和侧面全部无封闭 太极客硬核的印象 非常容易击灰 毕竟是DIY嘛 理解一下理解一下 最高4K的分辨率细腻程度上 自然无需担心 远超上一期测试 那三台1500元档的显示器 肯定是达到了王者级别 组装的扬声器 这音质 起码有个响对吧 显示效果方面 先说明一下 现在是我们还没有较色的情况下 看起来有着明显的偏色色差的问题 这也是DIY显示器 无法避免的问题之一 实际测试一下 经过手动调节显示器的参数之后 色准表现最好的一次 平均达成14.5 最高10.2 灰街可以用糟糕来形容 γ为1.84 和2.2的标准γ值差距不小 色域覆盖上达到了100%的sRGB色域 由于没有经过较色 这个表现在预期之内 亮度均匀性上 同屏最大亮度差85尼特 作为一款27寸的4K屏 这个表现也在接触范围之内了吧 综合来看 这款不到1500元的GIMPAR 4K显示器 性价比是品牌显示器绝对无法避免的 只是在专业参数上还差的离谱 虽然够用 但是和品牌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缺点 同时也不符合我们极客风格 不废话 咱们校色走起 经过专业校色之后 这台显示器的色准平均DataE达到了2.2 最高也只有5.3 灰街表现也有着不小的提升 干嘛值达到了2.21 不过平均灰街偏离值还是稍有点高 DataE 3.74 有了这个表现 这台巨龙牌显示器 再挑战其他显示器应该不是问题了 如果你自己DIY了一台显示器 那我们也是极力推荐 但你做完了之后要进行校色 淘宝租另一个校色仪 价格在50块钱三天左右 唯一的麻烦就是需要支付押金 不过一般都在1000块钱左右 到时候就退给你了 对了你是不是想问说好的144Hz刷新率呢 遗憾的是我们配套的驱动版 是当时最新的一版 在我们购买之处 店家并没有说明这个问题 后续确认之中 他表示肯定会支持144Hz 会在稍后更新的固件中支持 后续发布之后 会提供给我们进行烧录 所以比较遗憾 本期视频不能给大家展示 144Hz的搞耍新率了 其实整个DIY的过程并没有很复杂 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也出现了一些不可控的和人为的小失误 你一定要注意 受限于时间和预算 我们这台显示器呢 有很多地方和细节呢 并没有达到近山近美 比如说最直接的 我们四周呢并没有帽框 你时间更多的话呢 可以选择定制装的这个亚克力条 然后把它粘上 这样又能防尘又能防破件 不过四周的楼库 感觉更极客化一些是吧 这个也是DIY的乐趣之一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 不断的去完善修改 升级自己制作的设备 它不一定是解决器 可以是一个键盘 或者说一幅画 或者说一段视频 工艺时代的流水线 终结了木工铁匠等职业存在 现在的一把椅子 一品刀具不再是一个工匠 一点一点打造的产物 而是流水线上 一台一台机器的复制品 我们绝没有否定工业产物的意思 而想表达十几年之前 手工呢还是一门职业 而到现在的手工也就是DIY 已经变成了一种爱好 生活方式 一种坚持 甚至是一种象征 OK 1500元打造的一台4K显示器 就在这 你可以根据我们的这套方案 完全复制一个 但是我们更想表达的是 有这种DIY的方法 你可以打造一台 专属于自己需求的设备 享受过程之中的一些乐趣 除了视频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小白测评 每日新鲜资讯 每日云 每天在那和你聊天 赶紧扫码关注 我们的小白品商城 三天不留退货 180点保修 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 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之一提问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B站 新浪微博 都是小白测评 与我们留言 互动即可 不客观真体验 小白测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记得三点本视频 感谢